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年代向前看 向前看年代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歡迎我們忠實觀眾跟粉絲朋友掃描 QR Code 訂閱年代向前看 YouTube官方頻道 美國大選進入關鍵倒數27天 賀錦麗陣營事實上 在挖共和黨的牆角 而挺川普的這一個馬斯克 接受專訪 他說孤注一直挺川普 在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 直接公開大獎 台灣是對日本而言 非常重要的國家 不過在台灣本地 事實上最大的政治風暴 還是柯文哲的這一筆爛帳 檢調約了11個大咖之後 鄉民發現 哎呀 柯文哲的好朋友 範圍非常的廣泛 那從媒體大亨這個之外呢 這個博弈大亨陳寗 到底是不是他內臟的其中一個大咖 各界也高度的討論 事實上還有媒體提及 這裡頭中間有一個關鍵角色 就是周刊這兩天報導的助理貼身幕僚 舉止 那舉止的角色一方面是關鍵人物 另外一方面北檢懷疑博弈教父陳寅柱 到底有沒有幫柯文哲洗錢 這也使得案情的複雜度再度擴大 而在案情複雜擴大的同時呢 立法院也還在攻防 那台北市議會現在也攻防金華城 因為金華城的連帶銀行 只要一抽銀根 這個開發案勢必會成為爛尾了喔 那講萬安到底要不要停工 也是一個重大的政治議題 後續還有哪一些影響 我們待會兒要好好聊聊 好 今天現場要請到六位特別來賓 第一個好朋友是蔡婉晴 大家好 再來是周韋航 大家好 再來是李年鳳 大家好 再來是顏若芳 大家好 再來是黃定寅律師 大家好 再來是吳靜怡 大家好 好 這個韋航 昨天一堆記者在簡聯的門口外面 捕捉畫面看熱鬧 因為坑子的內臟真的很熱鬧 很多大咖 有電視台的大老闆 有集團的大老闆 還有博弈教父陳寗柱 這沒錯 我首先要強調了 這十一位外傳還有其他 有人說傳到二十一位 但不管怎麼樣 這些人都是吳寶請回 單純就是證人 好 大家先記住這件事情 證人這兩個字 他們到底要證什麼為證 但是呢 先記住這件事情 我們先把它放下來 這些人有多大咖 我們之前講金華城 什麼幾十億變一百億 然後那個不乏所得一百一十億 再一路往上加下去 拜託這邊隨便都是百億千億級的 代表的企業都是非常大件的 包括東森集團總裁王立寧 那也包括好幾個 包括東森電視 東森集團他現在擁有的是 Eat to Day 東森電視就是大家一般電視上看的 友台東森電視了 那他們其實已經是 某種分家的狀態了 不同老闆了啦 不同老闆了啦 所以也有人說會不會是帳上面寫東森 所以全部都叫來問 會不會是這樣子 全部人所有東森掛牌的全部都叫來 不清楚就是有這個可能 我們記住這個可能繼續往下看 好還有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玲 他不是應該在那邊救謝國良嗎 大家只知道他是民眾黨的 怎麼現在來了這一邊呢 因為他以前也是東森集團的啦 是不是他還在東森集團的時候 有一些相關的這個帳目的處理 涉及他 好名字被列出來 那就把他叫來 問一問 加上他也在民眾黨嘛 是不是有這層關係在 好那 這也包括了柯市府的辦公室主任謝明珠 這個主要是去核對柯文哲的行程 以及開會見面 利用市府的場地 利用市府市長市旁邊的位置 到底見了誰 有誰來過他 來做一個某種程度 算是這個所謂行程助理的 更上面的那個上級主管的角色 那帽德建設他原則上就跟東森集團 現在的老闆是有關的 好那不管怎麼樣呢 這些人家大業大涉及的這個金額 當然也大 但是他們跟金華城案情到底有什麼關聯 這就昨天大家討論到非常激烈 就是怎麼想這些人都沒有很明確的一條線 可以臨到審訊金啊 這些人看起來過去就不是跟審訊金一起做生意啊 而且最重要的是哎 他們很大 陳銀柱也在其中 這真的就是有點這個奇怪的組合啦 重點是因為他們都是同一天被叫來的 所以我們一般認為同一天被叫來 他的案情上他是有某種程度發展到一個階段的共同連結嘛 像之前哎我先打個槍我的第一直覺是這應該是政治現金的其中關鍵人物 其中的人物啦 其中一部分的政治現金的其中一部分的關鍵人物 對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問 因為我們之前上一波幾分鐘他們被抓之前 那約一口氣約了一大堆客人的行程處理他有一個邏輯關係 這些人一起在處理行程 所以同步叫來不同的檢察官下去問 好 那這些人他們到底有什麼共同性呢 大家怎麼竄 包括像啊這個 靖啊 他也這個特別做了追加的報導指向什麼呢 當初那個隨身碟 嗯 裡面的Excel檔 好其中一個媒體的說法是隨身碟裡頭有一個Excel的帳本 對 帳本裡頭可能出現過 企業啦 相關這幾個 對 就是有企業主 也有企業名 因為大家要說什麼第一格第二格第三格 然後有數字 好 叫這些人來 是不是要證明第一 是不是間接證明呢 第一 確實有這個檔案存在 然後他們現在要去核對 檔案上哪這一格什麼 他比如說問這個數字 請問這時間嗎 柯文哲那說那時間嗎 你說這時間嗎 還金額 如果是金額那是什麼樣的日期交付 或是答應 或是要辦的事情是在這個日期去搞定 或者你什麼都沒有要求 只是我單純喜歡柯文哲 於是我檯面下給了這些錢 啊就不是檯面上的方式進去 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 就這個角度解釋 你才會說這些人能夠出現在同一日的平台 也就是說這涉及柯文哲 內部的賬 那當然啦 這個一句媒體報導開始有些支線 比如說陳寅柱到底是怎麼涉入的呢 媒體報導是說 他有三百萬的現金交給橘子 那今天要有其他不同的說法啦 包括陳寅柱本來說沒有沒有 他你現場問他 他都沒有都沒有 但是呢 我跟你講根據我對陳寅柱的理解 我講我理解的部分 陳寅柱本人如果交付三百喔 講這個話的人是瞧不起陳寅柱 哈哈哈哈 如果陳寅柱交代他的小弟交付三百啊 比較有可能 但是陳寅柱做出的手就不是三百了 像我包紅包給譬如說我的外甥女 我不能包三百啊 我包的一定是要以千元鈔票為單位的 對對對 就是這可能是擋一下還是怎麼樣不清楚啊 就是因為這個陳寅柱他也是做資金農通 就是擋一下是不是有擋一下的情形 不知道啦 就是三百這種規格不用到他親自執行 不用到他親自執行啦 因為我今天也聽到一個新的說法 連橘子也不是中間還有一個中間人 就是有中間人去傳遞這個錢 所以他搞不好是真的不知道 有沒有他是不知道 柯文哲有來是知道 有沒有這三百萬他真的不知道 搞不好是跟其他人 他一般來說這種大哥都是 啊那個有什麼需要跟誰講 就是這樣處理掉 就是他會有一個專門帳篷 你有什麼需要跟他講 就不用再問我了 然後可能大哥會有一些交代 就是這個大概是要抓一個多少的額度這樣子 好這一般的處理方法當然詳情 我們就要看案情後續發展 可是大家都會很好奇啊 這裡頭有幾個大咖是可以串聯的 邱佩玲當時有蠻長一段時間 幫王麗玲工作 所以如果是王麗玲系統裡頭 有過斗內的話 邱曾經幫忙處理是一個合理的 這一個一條直線 對一條直線 好那只是現在媒體在追的是說 台北市的地下街 某一些業務跟廣告 台北市有外包給 一梯特代的東升 對對是王麗玲系統 對 所以這裡頭的系統跟標案跟斗內 有沒有對價關係是其中一條線 好這條線是一條線 那隔壁電視台的老闆 他事實上大家都知道是一個蠻大的土地開發商 土地的開發業子 好那我認為他可能也是另外一個狀態 好那當然檢調將來起訴書 也許會告訴我們比較多真相 那然後呢博弈教父 其實我知道博弈教父確實政治投資是大方的 但是他怎麼跟柯串在一起的 我認為還有故事 他有中間人 當然一定有中間人 哇你在馬路上走路會遇到大亨嗎 對任車牌 直接攔叫 沒有這樣玩的 這個原來上哪有中間人 那中間人是誰還沒有問到那一塊 因為就像上個禮拜他這樣問 問到李文中他們之前 他們還有先問一批人 然後才去真正李文中 朱雅虎等了兩個兩個 他們今天有 周一航我問你 時代力量在台灣是不是曾經是第三勢力的重要政大 是 陳銀柱有沒有抖內過時代力量 好像沒有 對嗎 那陳銀柱為什麼要抖內柯文哲 我可不可以做實驗組跟對照組兩相比較 這當然是可以的 就是我們也會想說 他到底是怎麼樣認識上的 我們通常是有人在當地選上了之後才會去拜會地方 因為你才算是個人物 不然誰知道你是誰 你是一個小黨搞不好多少票都沒有了 500票都沒有人我幹嘛理你嗎 所以一般是當選之後才有機會去拜訪這一些人 那我想柯文哲也是同樣的機制 當選之後要選總統自然有人會去嘗試做穿門引路的工作 所以我猜測有重要人士 對 叫陳銀柱給他抖內 就是在某種程度上幫忙 重要人士也不一定是中間牽線人 你不知道郭台銘在初選的時候重要人士一講話 中南部的牛鬼蛇神都不說話了嗎 那時候是宋濤一講話 牛鬼蛇神都消掉 鬼月在那邊儲軌有沒有 宋濤就很會儲軌 所以我認為陳銀柱他不可能沒錢 中間一定還有故事啊 對中間一定有牽線 在那個時候我們也聽到一些消息 不過因為他也不會拍什麼現場 什麼大合照給你看 所以就我們就近代檢方後續調查 但是從這邊延伸出去的 幾條線稍微做一個釐清 第一個是原來 黃珊珊去年在選舉的時候 其實我們時代力量就有去找出他2022年 他選市長時候的斗內 就有類似的手法 東神集團拆旗下的建設 棒的建設等等的 其實不是棒的人是其他更小的建設 他們去拆拆成很多人 然後每個人缺10萬這樣進來 當時就有抓到這種模式 那這些人會不會是現在 這個另外一條進路 因為他可能簽到別的案子 但是我們記得時代力量 我們是簽到那個社子島開發案 那邊去談的 不過那個時候就是黃珊珊都不回應啊 他只要講到空穴來風啊 人家集體發運突然要簽給我不行嗎 都同樣的說詞 好這一條線 另外一個是從陳英柱 演示到橘子的部分 我們剛才講的是說有300萬拿去裝潢 那個在台部大樓的KP園區的那一塊 不過今天要傳輸了 橘子說他還有個400萬 柯文哲交代他的錢 然後呢要他保護這筆錢 好好保護這筆錢 那這個交代的話是誰傳出來的 有兩種說法 第一個是說有查到柯文哲的手機 這就檢料介密 但今天有一個新的說法是 橘子本人透過中間人 傳達跟媒體去傳達這個說法 就是柯文哲要好好保護這個錢 然後設計400萬 就是說法越來越多 那也傳達出橘子本人 可能現在他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是不是要回台頭漢 回台頭漢是真的可以變污點證了嗎 因為如果只有400萬是不夠在日本跑路的啦 絕對不夠 雖然日本現在物價相對沒有那麼大的威脅力了 但是那個可能只是暫時打點的費用 可能就是包括打點照顧一下柯文哲兒子啊 或是怎麼樣啊自己留用一下 遲早還是要回台面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這個事情就到了 就是的確把人壓住 把非常多人壓在裡面 還在外面的人會慌 如果真的有問題的人 他就會開始四處丟消息 所以現在某種程度也可以合理懷疑 這個禮拜橘子突然成為焦點 可能跟橘子本人自己的決定有關 嚴峰議員怎麼看 好 其實昨天會傳 這跟老師借一下 這些政商大咖 那絕對不會是空穴來風嘛 因為簡聯他要傳他們 這些人都是有頭有臉的 你把我叫來 你沒有一個有所本的話 你把這些人叫來還得了啦 那第二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關鍵當然是在於柯文哲的那個USB 大家會覺得說 這個USB有多重要 我用一個比喻 這個叫做柯文哲的恩公的名單嘛 那現在只要裡面有列的這些人 過去可能有捐款給他的人 那陳銀柱可能就是在裡面的其中之一啊 陳銀柱他是什麼樣子的背景 我想全台灣哦 很多民眾大概都知道吧 這個不用大家多贅述了 他有博弈啊 相關 剛剛老師講的比較好聽 叫做什麼資金 資金融通 資金融通啦 他在講的比較文言文一點啊 那我們就要問 昨天橘子被爆出來說 有去拿了這個300萬嗎 我覺得有一個關鍵就是 他到底是什麼時間點 去跟陳銀柱拿了這300萬 對不對 如果假設 你今天是在去年柯文哲在選舉的時候 你去拿了這個300萬 他可以用所謂的政治獻金去做解釋 但如果假設不是 是在柯文哲擔任市長的時候 你去拿了這個300萬 然後呢 雖然講說是用在民眾黨的這個黨部 台坡大了 我對這個我是有一點問號啦 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因為如果假設第一個 他是市長的任內去拿 不要忘記 柯文哲是公務員 橘子也是公務員 你私下去跟人家收了這個錢 這個罪是非常重喔 如果有對價關係 那如果是在去年 是這個政治獻金的話 那我問 你整個民眾黨 你裝修你們的辦公室 你當來說要用民眾黨的錢去支印嗎 那你整個民眾黨怎麼會從上到下 包含你的這個財務長梁秀菊 你過去是公務員嘛 你不會覺得說我在這邊上班 我們在整修 錢哪裡付的 大家都不用問耶 就這樣把他付掉了 原來這個是民眾黨的標準耶 他們一直強調他們最清廉 結果光一個300萬都覺得很合理 我打個岔 因為我很久以前就知道柯文哲 他沒錢中逢 去外面投資 所以我聽到這個裝潢貨費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好笑 這個很像酒店裡頭有些妹子 會跟恩客說 我沒有錢繳學費 然後我還有好朋友 拿過他去坐他臺的酒店妹子的小朋友 小女生的學生證 還拍學生證給我看 告訴我說 他昨天晚上抖內施學 然後呢 以前呢 我第一次聽到 柯文哲他沒錢好中逢 去外面拿錢 而且他車都大腳 真的都大月 真的最少最少都幾百萬 那我第一次聽到 我覺得很好笑 他好像在畫園 後來我發現柯文哲 這可能是一套說法 對很多人說 然後只是現在倒楣 總之昨天被曝光的倒楣 有很多人可能都曾經被畫圓過 就是說用同樣一個理由 去找很多的對象 有點像亂槍打鳥啦 如果假設一個兩百三百 這樣子加裝起來 那大家會看到多少錢 沒有台灣有一些真正 手上有錢的A咖 他真的會直接給現金 所以他只要說服了那個人 那個人像在打發乞丐一樣 不要說打發乞丐 像在捐香油錢一樣 只是有錢人的單位跟我們不一樣 我們捐的可能是一百塊兩百塊 他們可能是後面多一個萬嘛 他就當作他在捐政治香油錢的 真的有蠻多這種A咖 但是你得是個A咖才會有這種手筆 是 所以那對陳寅柱來說 我相信這三百萬對陳寅柱 不是很大筆的一筆錢啦 他可能也沒有看在眼裡啦 那所以我才說 今天柯文哲叫橘子 可以去跟陳寅柱 或者是陳寅柱的他的特助 拿了這三百萬 為什麼不是叫陳志涵君啊 他是叫橘子 那可見橘子他當然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政 而且他跟柯文哲是非常非常緊密的關係嘛 所以他才會去做這件事情 那除了陳寅柱以外 他到底還有沒有叫橘子 去跟其他的人拿嘛 這個也是他簡連現在要追查 包含他USB裡面的記載啊 那我們剛剛講到 那為什麼要留著這個USB 啊就是私下收的太多了啊 他怕自己會忘記啊 他才會記啊 如果你今天是透過所謂的公開公 就是說都是透明的捐款 捐到民眾黨的政治現金專戶 全部都有名字了 柯文哲還需要記載他USB嗎 不需要 他只是怕他自己忘記而已嘛 所以我就說這個舉止 我們當然是呼籲說 他趕快回來台灣 因為他現在還只是一個 就是說證人的身分 我昨天還特別查了一下 如果假設他不回來 然後呢被檢方通緝 他才頂多三十幾歲的一個年輕人 三十歲 你知道這個追溯期 可以延長到最多啦 四十年耶 他要到他七十歲的時候 七十幾歲才能回到台灣 而且不要忘記 他是杜聰明醫師 他們家族的成員 那為了整個家族的生育 他的家人 我們也當然也是道德勸說說 他趕快回來台灣嘛 那再講一個 我覺得這個舉止 現在陸陸續續爆出來 其實我覺得這個 昨天有一個很關鍵的證詞啊 這個柯市府 謝明珠的前辦公室的主任 這市長是辦公室主任 他在檢調音訊 他說什麼 他說他那個時候當辦公室主任 就是因為被舉止針對 所以呢 他被迫要搬出市長室 然後另辟辦公的區域 這代表什麼 舉止在市長的辦公室 是一人之下 數人之上 連掛辦公室主任都沒有實權 你只要得罪舉止 你就是要滾出去 滾出這個辦公室去辦公 所以我認為舉止他的證詞 柯文哲如果要用四百萬 就想要買人家的人生 也太小氣了吧 四百萬的安家費而已 然後他可能要面臨未來 如果說有不對當的這個關係 金流被掌握的話 他面臨的刑期是至少 七年以上十年以上甚至到無期徒刑 那你覺得他自己會接受 他的家人會接受嗎 所以我們當然是希望他趕快回來 那回過頭來看金華城的這個案子說 蔣萬安你到底對於金華城的案子 我們都希望他能夠立即的勒令停工 可是他敵死不從 那我昨天在質詢的時候 我就問他說 因為金華城的案子是 星光銀行去連貸的嘛 那不要忘記哦 星光人壽集團 他在台北市還有北市科 還有南港轉運站的開發案 目前兩個案子都是嚴重的延宕 結果就有民眾跟我爆料說 其實你看他的這個圍禮 他都沒有開發 他就已經在招租了 你看這個是北市科嘛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 五千頻道 然後御租專線有一個電話 這個是南港轉運站的 也有你看掛星光人壽 對不對 然後有一個電話周先生 結果這個民眾提供的這個對話記錄 有給他錄音 他們說 對確實我們現在有一個叫御租 就是說你有意願的話 我們就可以來談 如果OK的話 我們可以先簽一個就是合約 然後可以收個保證金 後來我就去調閱說 你們當時簽的契約 可以讓他們這樣子預租嗎 你根本都還沒開發完成嘛 結果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南港轉運站 他的合約清除宅民什麼 他說如果他要出租的話 預租的話 他必須要建物所有的全部結構 必須要完工 因為他未完工之前不行 再來沒有經過市府市前的書面審查同意 他也不行 那我昨天問蔣萬安所有站在那邊 他的局處的手掌 我說這件事情你們知不知道 沒有一個人知道 然後呢 他竟然用一個說法說 沒有那個只是預招租 到目前為止沒有 沒有人來付保證金 這個是因為被我知道 所以他才去提醒廠商說 不可以這樣子做 我只是要表達說 顯見蔣萬安 他不是只有對金華城很消極 他是包含社會大眾 在關注的這幾大案 他的態度都很消極 都想要一副置身事外的樣子 好我請教一下黃律師 律師怎麼觀察 檢聯現在偵辦的方向跟進度 剛才講到局職的部分 他現階段到昨天 我看台北地檢署有一個聲明 他是說他現在還是 他講得比較喉 他說現在還是正人身份 那正人身份在刑事訴訟法的規定 是說他是不能發布通緝的 他只能說居體居體不到 無故不道庭 就是發錢 發錢之後再居體 但是北檢昨天的聲明 留了一個伏筆 他說他現在的角色 還在釐清當中 所以如果角色還在釐清當中 代表他有沒有可能轉做 被告的身份 那被告的身份 其實會有兩個部分的罪名有可能 第一個是說 如果他跟 因為他負責如果是金流 或者是跟錢有關 或者是小省1500 如果他有經手 如果他這個情況 會變成違背職務收賄罪的共犯 跟市長共同 這個情況才還是重罪 另外一個是說 300萬那一個 再講到陳寅住的那一個 那個其實是 政治獻金法的規定 那政治獻金法的規定是說 對於政黨的負責人或者 你參選人 他包括政黨的受僱人員 你那個錢沒進到政治獻金專戶 他就是三年以下有些圖刑 所以他還是有刑責的 所以他有沒有可能轉換身份變成被告 那如果他變成被告而無故不道庭才能發布通緝 但是我們現在跟日本因為沒有司法互助的這個引渡的這個規定 所以過去這幾年有的案例都是說 日本的警方把人送上機場 又向前返 然後前返之後我們這邊的警方去帶 但是這樣的狀態是重大的毒品的案件 這種案件 如果是政治獻金屬於輕罪的話 不太容易做這樣的做 那我要講的是說 橘子他早晚都應該要回來面對司法 他如果是真的支持柯文哲的 如果他真的是柯粉的話 他更應該要回來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跟李文中的收押的理由是什麼 他說有串政滅政之餘 尤其在李文中裡面 因為李文中的角色其實跟橘子比較接近 都是帳房型的 他對於金流跟相關的資產都有所知悉的話 李文中你看他裁定積押的理由是說 還有潛在的共犯跟政人未到 所以他積押 所以如果這個橘子是真的是柯文哲的柯粉 他不回來 會讓柯文哲可能被延長羈押 來自於真的已經起訴之後 檢察官都還可以辭這個理由說 這個案子有你的貼身 親近的幕僚 他可能身上長有你的帳戶 他人還在國外 可能會有串政滅政之餘 持續跟法官說繼續壓下去 所以他會讓柯文哲持續被收押 跟李文中持續被收押的理由 原因是如果橘子他真的是帳房 他必須要回來面對 他才能真的解救柯文哲 這是真的 另外一個是什麼 剛剛講到說有這個十幾個 十一個大咖 不論是陳寅柱也好 或者是東森集團 大家其實在觀察 昨天其實他們身份都沒有改變 都是政人 如果改變身份變成 變成有強制處分 不同不同的評價 但是如果純粹只有政人的話 他其實應該是比較屬於在勾集 因為從同步全部傳到底 這個可能是阿伯那個USB USB裡面那個Excel檔裡面 他為什麼要去把這些人傳來 因為那USB的裡面 可能寫了很多人的人名 而這些人民後面都有數字 大家有沒有印象 前面有一個小省150 他抗辯說那個是時間 如果他在法律上面叫做經驗法則 就是說如果整個這個USB 我們大概應該這樣講 Excel會來做行程的這個使用系統 大概也比較特殊啦 不太可能 那除此之外 他其實把所有人都叫來比對 把裡面所有的有名字 後面有數字的 他就問你說你是不是時間嘛 你如果是某年某月某日某一個數字 那你是不是時間 如果其他人進來都是捐款 都是金錢 那小省1500就不可能是時間 所以他們是政人的身份 比較有可能是在做最後這個勾擊 也就是說所有阿伯的USB 柯文哲裡面USB裡面 Excel檔裡面 鎖列的人名數字 把它全部來做這樣的確認 當這十幾個人全部被問完 然後全部都回去 身份沒有改變 如果假設他們 我要這樣說 有媒體在講說 有一些人他去捐給黃珊珊 加起來也是210萬 如果這個錢 他本質上面是沒有 跟公權力有對價關係的話 他不會是算是受賄 不會算是犯罪 所以從如果東森集團 這個210萬捐給黃珊珊 可能頂多只能去究責說 這些人是不是人頭 可是如果東森集團 現在講的是東森 那個王立寧 ET Today的這一個系統 這一個集團 如果他承攬了台北市政府的其中一個表案 而台北市的副市長又是黃珊珊 然後他又在黃珊珊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又給予斗內 那他的那個金流跟對價的結構 就會非常類似金華城跟柯文哲的關係 對但是這個很還一個關鍵點是說有沒有 朱雅虎的角色 也就是行賄者的認罪 為什麼很多貪污案件到後來辦不下去 是因為政治獻金歸政治獻金 公權力歸公權力 他搭不上 朱雅虎的角色是因為他對於行賄的認罪 行賄的要件是什麼 就是我有公權力有對價性 我跟你買買這個公權力 所以他的行賄的要件是 我認罪 哪怕只有210萬 你看法院扣押金華城是111.7億 只有210萬 其實我們這都顯不相當 不符合比例 但是縱然不符合比例 我們一般貪污案件 如果今天審慶金 他不願意轉做污點證人 整個全貌勾不出來 那只抓到一部分的 就是朱雅虎認罪那個部分 我去買公權力 我承認行賄 夠不夠 其實就夠了 210萬只是難看而已 就是說檢察官如果辦到最後 只有210萬 拿來用收賄罪的起訴 收賄很重耶 最重無期徒刑 可是210萬已經足以定罪 結果我們最常舉那種例子 就是說一個上游毒販 10公斤被舉報 那檢察官檢警破門進去之後 那個毒販只有一公斤被查到 另外9公斤兼不吐食 那怎麼辦 還是要辦啊 怎麼可能說我10公斤都沒找到 就不算辦 一公斤照辦 所以一樣的210萬照辦 一樣是違背職務收回罪 那其餘的部分 應該說法院在這邊夾 應該說扣押 法院在扣押 111.7億這件事情 其實也已經發生 我剛才講說 沈慶晶如果他肩不吐食 不願意轉做污點證人 但是他壓力已經開始了 為什麼已經開始了 因為星光的這個集團 他連帶銀行團 這個連帶案他們今天開始做開會了 開始要處理的 為什麼 111.7億扣押的意思是說 在案件判決確定之前 這個地方都不能動 不能買賣 不能做移轉 那不能做移轉 對銀行的擔保品而言 哇 我這個地方我本來認為說 你這個地方我願意借錢給你 我看他是說借149億 目前餘了還有133億 換句話說花十幾億出去 這個錢我怎麼樣可以讓他停損 我這個錢可能出去回不來 如果到後來變成 我說剛剛嚴峰議員講說 市府應該要熱令停工 這個確實法律上應該要 縱然他沒有熱令停工 讓他蓋完之後 他也賣不出去 他也不能賣 因為法院扣押命令在那邊 他賣無法變現 無法變現對銀行而言 如果今天銀行不處理 反而是銀行老闆要變成 他自己卡不特別背信 我沒有守護我銀行的利益 所以在這邊 不論是另外講說 這個壓力其實來自 除了銀行團之外 他忠實化他的外資 也砍4萬張這幾天 扣押完之後 他的股價跌一成 在這幾天的新聞 代表說對於銀行的抽銀根 對於法院扣押命令 發生裁定之後 發生對審慶金的壓力 已經開始發生 所以朱雅虎認罪那一部分 210萬的那個拼圖很小 但是怎麼樣讓他全貌出來 我認為 審慶金要想清楚 他已經後路已經是 不是百億元的 他後面可能公司他也回不去了 如果他還是持續 持迷誤誤誤誤誤誤誤 那我就丁在那邊不講 全貌弄不出來 當然檢察官還是可以辦柯文哲 已經如一半 但是他的後面 他的後路除了 那一個公司回不去 一旦辦特別背信 那他可能董事職務拔掉 要求這些公司全部對 省慶金求償 那是金管會的責任 金管會要求說這些損害 全部要省慶金扛 所以這個要不要轉做污點證人 其實他也應該自己想清楚 好那我請教閨時 橘子你也認識 那你怎麼看現在的 這個媒體追蹤的報導 我覺得啦 就是說橘子這個部分重不重要 我覺得很重要啦 因為他一直跟著柯文哲 而且他是從早到晚 所有的行程 七點以後的行程也跟著 那跟誰見面也都跟著 也就是說橘子啊 絕對是柯文哲最重要的心腹 這個重點啊 就是說有一些人就說 欸啊陳志涵不是很重要 我跟你講 陳志涵根本就不是核心 好我就直接這樣講啦 因為很多事情 陳志涵根本不知道 好不好 那我覺得今天啊 有放出來一個 跟這個橘子比較接近的 這個新聞 我覺得很特別 跟民眾黨也有關係一點點 蔡政員說什麼呢 蔡政員說 我不太懂 他說他自己啊就拿這個事情啊 去問柯文哲真正的幕僚們 哎呦很神奇喔 到底什麼叫真正的幕僚們 我覺得這個蔡政員刻意這樣說啊 他可能是間接指說 你們有一些是假的都亂說 不好意思 好那這些真正的幕僚們 聽到後哈哈大笑 說民眾黨裡面啊還有蘋果 嗯 我跟你講 你柯文哲不只有蘋果 他還有禁果 我想這個是蔡政員最清楚的部分 好 那我們再回來講喔 那來講說他只是跟著活動 負責帶水給柯文哲 難道那個水裡面也有現鈔是不是 那我打個岔 那如果柯文哲有一個秘密的行程 然後譬如說我跟周韋航有個秘密的行程 假設周韋航是陳寗柱的小弟 陳寗柱的小弟交付一袋現金三百萬 誰拿 難道柯文哲自己拿嗎 對啊 那橘子是助理 橘子拿也是合理的啊 所以你會發現啊 這裡面的話一定是民眾黨放出來的啊 他就故意要讓大家知道說 沒有那個橘子根本不重要 他只是一個Nobody 跟錢沒有關 但是你這樣講 其實會讓人家覺得更奇怪嘛 那另外我們來講 那我問你喔 橘子真的有可能幫柯文哲拿 柯文哲不方便拿的東西嗎 我必須講就是橘子有沒有可能去拿 我不清楚啦 就柯文哲交代他去拿啊 如果柯文哲交代 那他恐怕真的就覺得這是一個禮盒 有什麼就拿了啦 我覺得有可能啦 對對對 因為柯文哲交辦他什麼他都會做啦 我覺得這個是橘子的一個特色 因為他是鐵柯粉 喔真的 那柯文哲有沒有曾經也交代過他旁邊的人 去拿什麼 一定有啦 你跟你講2014誰沒有選舉過 對不對 我講真的啦 你陳志安可能真的什麼都不懂 2014跟過柯文哲 到2018到2020的 你陳志安都不是 我打個岔 柯文哲可能交代某個人去拿 本來500的回來300 中間的人抽走200 然後交代橘子 500就是回來500 300就是回來300 所以橘子的那個良率跟正確率比較高 這我不清楚 但柯文哲都很相信一件事情 他的邏輯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知道社會地位高的人跟有錢的人不會貪污 就是柯文哲的腦子裡面漸入的 所以他其實對於有錢人是很尊敬的 你不要以為說好像跟大家講說 喔他不喜歡財團什麼 其實沒有 他最尊敬的是財團 好 那另外我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啦 就是說 橘子跟徐子雲就是 被討論度非常的高 你看 我看一下這個聲量數據 其實在這個48小時 就是昨天到今天 他討論度還是非常的高 而且重點是什麼 其實我們在講明天就是國慶日 賴清德只到他的一半 所以我要跟橘子說什麼意思 就是說全台灣的人現在都在關注你 而且大家都知道你了 那知道你的原因是什麼 是因為你跟柯文哲很接近 可是在所有的所謂關鍵字裡面的分析 跟你年重度高的幾個人 柯文哲 杜聰明 那再來呢 裡面沒有貪污也沒有金華城 也沒有什麼叫負面的東西 只是大家對於你非常好奇 而且有更多人是希望你趕快回台灣 去把這所謂的司法事情釐清楚 那當然啦 有一些人有可能就在講說 反正 橘子如果他現在只是證人 他不回台灣 頂多被拘提而已啦 那被拘提的時候頂多你就罰錢 然後再拘提再罰錢 他好像沒有什麼關係 可是你要知道 如果你突然間被被告人 那你就完蛋了 剛剛律師有解釋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真愛著柯文哲 你更應該回來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愛著柯文哲 你不回來 那柯文哲跟李文中 恐怕會一直被羈押在裡面 因為你跟他是一個重大關係人 今天你不回來解釋清楚 就更容易被懷疑 你帶著柯文哲很重要的東西 到了海外嘛 那請問一下 阿伯什麼時候才能出得來 很困難 那另外我們現在再來講 欸 郭文哲 那我再跟你撒盤脫葉 我剛剛舉了一個例子 就是說 坑哲如果叫某人去拿500 搞不好只回來300 那叫橘子拿一袋東西500 就回來500 那相反的 坑哲如果要讓橘子當Uber 送重要東西到日本 到海外 橘子是不是就會deliver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覺得依據橘子的忠誠度 他會啦 但是我沒有講說 橘子知不知道這件事情違法 我認為他有可能不知道 你會發現這個黃國昌 是用什麼字眼來形容橘子 他很單純啊 你知道純有兩個意思 純跟純啊 就他恐怕真的不知道違法了 所以我要跟橘子講 因為橘子一出社會不久 然後跟著學習的對象 就是柯文哲啦 柯文哲搞不好都不會跟你說實話 他只是利用你嘛 我覺得這很明顯喔 因為昨天有非常多人被約談 那我們來講 非常被多人約談 我們必須要講一個比較有趣的事情 就是內障跟外障的關係喔 也就是說非常多人來說喔 譬如說王立寧跟這個所謂的 不管是東森集團啊 兩個東森集團 一個是ET Today的嘛 一個是東森電視的集團嘛 這兩位呢有一個特色就是說 他們有非常多的障叫外障 什麼意思 是登入到政治現金裡面有申報的喔 所以呢登入到政治現金裡面有申報 我已經跟大家講了嘛 一個金流有登記的外障 讓人家覺得有問題的就是 他有集中跟他有脫高 還有他的密集度 所以大家有看到 而且更巧合的是什麼 這個金額啊 剛好就等於這個所謂的210萬 就都很巧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現在檢調 是要建立一個叫什麼 叫做對照族 嗯 還有就是說研究他們金流相關的模組 是不是一樣的 嗯 那另外呢 大家一直在討論喔 關於是陳英柱先生啊 嗯 那有趣的是 他不是出現在外障啊 嗯 那為什麼他會被找 那我們必須回來講 就是內障被找破了嘛 好 對 所以也就是說 現在要確立就是 1500小省的這一筆 他是被記在內障的 可是目前外障還沒有鬥出來 嗯 所以檢調要透過這些內障的 一筆一筆一筆 來比對你這些內障 確實是有記錄 嗯 確實有金流關係 那是不是就可以呼應 1500小省 他不是時間 嗯 他是金錢嘛 嗯 所以如果有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我覺得現在啊 不管說哎 這個檢調 依我們這所有的資訊看起來 210萬 這微金集團相關的人員 用找了7個人頭捐款進去 朱雅虎是不是已經認了 嗯 其實他已經建構了貪污嘛 但是因為對價的關係 民眾會覺得210萬太少了嘛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檢調聯 就是努力再去追查這個 USB隨身點裡面所有的記帳 嗯 但是我覺得民眾黨 我很壓抑民眾黨 昨天還敢出來笑 笑誰 笑這個所謂東升電視集團的老闆 嗯嗯 說你看啊 你被抓去問了吧 那下一個是不是劉寶傑跟吳子佳 我天啊 哎 如果是正常人哦 看到這些事情會毛毛的 因為你不知道USB隨身點裡面還有哪些大咖啊 你這樣得罪的費用 而且今天人家會去北檢是當證人耶 你老闆是有可能是犯人耶 你怎麼會這樣嗆人家 所以我覺得民眾黨的價值觀是非常的奇怪 他的地位跟所謂前總統是一樣的 嗯 就馬英九的手 黃國昌的嘴 嗯 為什麼你知道 黃國昌在上禮拜的時候啊 跟大家嗆聲了啦 嗯 案情現在進入有沒有 嗯 焦灼式空轉 結果你知道嗎 案情確實讓柯文哲膠著啦 哦都不敢提訊都不敢出來 空轉一直打著柯文哲為中央的再轉 各位有沒有記得 星期一的時候黃國昌說什麼 他說 你看你們查不到金流就要毀人家人設 結果你知道嗎 人設相關的新聞沒有出來 嗯 金流又大爆出來 欸對 對所以黃國昌啊就是一個國師 國師級的人物 對 那我們再來看現在狀況我覺得很有趣喔 民眾黨現在是不是群龍無首 或者說民眾黨現在每一個人都是龍手 嗯 為什麼 這是這個這個是剛開這個 上禮拜剛發佈的一個叫集結反對廢死喔 司法爭議 那裡面居然有黃國昌 嗯 哦那大家就嚇到了 嘿怎麼會這樣子 哦裡面居然有黃國昌 因為我在印象中黃國昌應該不是反廢死的啊 嗯 但是我覺得我們不討論廢死跟不廢死這件事情 我們來討論的是什麼 大家剛剛看了這一張喔 嗯 今天出現新的一張 這個館長站上去了 嗯 然後呢 把這個廢死的議題啊 拿掉了 嗯 直接再喊回什麼司法正義 嗯嗯 那 所以你看 陳志涵在這邊這麼大一個啊 你看館長這麼大 其他人似乎也不太重要 嗯 那出現了這個新的人物啊 齁 就多了館長 又多了誰 黃珊珊嘛 那黃珊珊還排在誰 黃國昌的前面嘛 嗯 所以我認為啊 他們現在真的是群龍無首 嗯 不知道自己幹嘛 然後約在哪裡 嗯 10月10號那天大家放假 嗯 那約在西門町6號出口 嗯 那我不知道 我跟你講真的啦 我覺得很危險 嗯 因為館長一通電話100萬人 嗯 那西門町6號出口 我覺得會很塞 嗯 那我是建議大家 盡量避免去那裡 嗯 我覺得很危險 嗯 但最後我要講的啦 上一次館長出現在集結的場合 確實啊 有一兩千人在 他們喊的是什麼 嗯 1500 連媽媽都知道 是下午3點 嗯 那我現在請問你們 300是什麼 嗯 極好的解釋解釋 好 我問一下這個洛芳議員 怎麼觀察案情的發展 是應該是說啦 先講這個 昨天被約談的這幾個 真的有幾個特色 都是有錢人 嗯 第二個 他們有共通點就是 他們擁有龐大 複雜的金流 嗯 好 那第三個呢 就是跟柯文哲 在某些層面上有點像 嗯 就是柯文哲 大家記不記得 他也把人 在管理人上面 他也用得很複雜 嗯 就是藝人身兼多角 譬如說像李文娟 他既是木口的負責人 亦又是這個 禁總的大帳房 那大帳房裡面 又有這個 呃 李文中 那但是呢 柯文哲又分內臟外臟 還有同心圓 最核心的 最身邊的是誰 是 橘子 他把他搞得非常複雜 公司也很複雜 有民眾黨 有禁總 有木殼 有眾望 有親自 親故鄉智庫 嗯 他把他用成一大坨 但是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就大家都有講到說 這幾個來 應該就是 就是在 在釐清這個 呃 USB裡面的 這個 全部的 內容 大概是什麼嘛 但是我要講一下就是 柯文哲 應該先講一下 柯文 因為裡面有個邱佩玲 大家會覺得說 邱佩玲這個角色 還蠻特別的 其實邱佩玲在2015年 開始到2023年 他 尤其是在柯文哲任內的時候 他都是柯文哲 大陸小組裡面的成員 而且中間開了17次會 那 那時候其實就只表示 第一個 邱佩玲跟柯文哲 跟那個王立寧關係非常密切 所以你去看喔 2011 2017年那時候 王立寧剛出來 因為被釋放出來 他還在這個 那個限制出境的時候 柯文哲做什麼動作 他去大力邀請王立寧 參加什麼 雙城論壇 但只是送了一個申請的時候 被北院駁回 因為怕他會有潛逃的這個方式 然後2018 2019 2020 2021 王立寧都有參加 這是整個 他關係非常的友好 那再來 其實你看到就是說 2015年 柯文哲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 每次都要拿出來 百講不厭 這就是2015年的 1月30號的時候 柯文哲上了 也是我們年代的節目 那時候還是追追追 他這上面講了什麼 他說 現代政商關係 很高雅 叫做用刀叉吃人肉 這大家都講過 但是 2019年 先從2019年 8月好了 他其實 聽說每個月都在國賓 都有跟 政商都有一些密會 但他2019年 8月28 跟了一大堆 這些所有的全部 都是企業大佬 甚至也有媒體 然後再來 11月就是喜蘭的 那個芙蓉的這一場 建築南路這一場 又是跟不一樣的人 全部都是跟企業大佬 但是這一場 其實就有被拍到 那時候是什麼 橘子就在旁邊 橘子就在旁邊 所以在2023年的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 2023年那時候 在選總統的時候 我記得王敏生 他拿了一張圖 他講什麼 柯文哲 你有去嘉義的四天 消失不見 沒有人知道他去哪 然後有人講說 王敏生就講說 你跟嘉義的牛鬼蛇神 到底跟誰見面 那時候柯文哲講什麼 難道我跟慈濟上人 見面也是牛鬼蛇神嗎 他只帶過 其中的某一個行程而已 所以你看柯文哲 他在整個 他的人脈的網絡上面 其實是一直在發展的 就是以企業主為中心 一直去做一個發展 那你現在的 他現在的這個狀況 橘子可以去桃竹引員 他可以去桃竹引員 然後他有沒有拿這些錢 我們現在都不曉得嘛 不管是300還是400 可見柯文哲 第一個對橘子的信任 第二個 他身上有沒有帶了 這麼多的現金出國 那這也是我們現在在關心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講說 橘子紅了 柯文哲臉就綠了 橘子紅了 柯文哲真的就慘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橘子 不管你是身份什麼 但我們希望說 你能夠趕快回來 能夠釐清這一切 對你 對你的家族 其實都是一件好的事情 好 我請教一下這個婉晴 你認識橘子嗎 認識 好 那認識到什麼程度 就你的觀察 他確實是 柯文哲非常貼身 核心的助理秘書嗎 我覺得他算是 柯文哲蠻得力的助手 如果認真以政治工作者幕僚 這個角色 我覺得橘子算很盡責 非常盡責 然後柯文哲其實 包括行程電話 都是他在幫忙 因為他有時候可能 要下車要去忙 然後橘子一定是幫他 處理大大小小的事情 當然包括 包含 如果有人要傳話 要交辦主席什麼 什麼樣的 包括敲行程 我們有時候想要敲行程 其實某種程度也是可能跟橘子講 然後他可能就直接可以上達天丁 這是真實的 好 就是說橘子雖然看起來不起眼 然後也不是掛什麼副市長啊 什麼局處首長的這一個位置 可是他是 空折非常貼近 非常貼身 而且非常信任的人 蠻信任 而且是真的做到 我覺得很忠誠 至少他真的很忠誠 好 新的約談發展 我覺得這兩天 因為橘子當然 他就被挖出來了嘛 那其實 我也覺得橘子你應該 不要讓自己 跳進這一個火坑裡面 因為整個事件來講 當然我覺得他 因為你是最貼身的助理 那你所有的行程 包括見了什麼人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橘子老實說 他真的是最清楚的 那因為我們去年整個選舉這樣經歷 整個地方黨部其實在跟主席接觸 大家也都知道你一定都會遇得到橘子 那一些重要公開或不公開的行程 其實橘子也都會有所掌握 那你其實何必躺這場渾水 不管你現在是去旅遊也好 還是說真的你是有任務在身在日本 我覺得你都應該要 好好的讓自己恢復清白 因為其實跟你無關嘛 你也買不到 你何必去躺這個渾水 所以你要呼籲橘子回來 要回來 台灣配合辦案 對 有或沒有 你就講清楚就好 把你所見所聞 你就講完 其實你就清白了嘛 好那我理由周刊是報導 橘子事實上跟陳寅柱的系統拿了300萬的現金喔 那當然今天檢調又約談了陳寅柱的其中一個助手 所以也有可能是助手轉交 你怎麼觀察這一個新聞 你說轉交如果依照昨天 比如說三百 我說以三百萬這個 他說三百萬是拿去用在台坡大樓嘛 其實這個我有去問 那個有在台坡大樓進出的比較中央級的那些幹部們 他們自己就有人有疑惑了 說 啊 台坡大樓要花300萬張紅 哪有需要 因為當初他們去接來的時候 我們就整個人下去就上班就坐好好 因為你說裡面辦公桌椅都是好的 不用裝潢什麼有需要花300萬 我也問他說 不然你知道你怎麼會花到你 他也說我怎麼知道 所以300萬給我送客去 不知道 因為他證實他說台坡大樓哪有做什麼裝潢 根本沒有啊 我們搬下去就是原裝人馬進去就開始辦公了 根本不需要裝潢 所以昨天 說300萬用在用在裝潢上 我覺得是疑問啊 但是你說有可能是不是拿來當政治先進 倒是有可能 我補充說明一下 台坡大樓今年民眾黨的施工 是被我們台北市建管處罰款的 因為他沒有申請所謂的裝修許可 所以如果假設像剛剛您講的這樣子說 根本這個錢跟陳寅柱拿了 只是講說要拿來裝修台坡大樓 你們的辦公室 但是實際上根本沒有去出這一筆帳 或者沒花到那麼多錢 那請問這300萬到底又跑去哪裡 對所以這一筆 因為是周刊講的嘛 現在整個黨部的論調是說 你又在寫小說嘛 不管陳志涵或是國昌老師 其實大家論調都一樣 反正我一律都認為你就是在寫劇本 好我們都姑且一律都是寫劇本好了 陳寅柱在中南部真的做命 要選舉的人都會去拜訪他 啊到底拜訪可不可以拿到度內 當然那是個人忍耐 因為有據說啦就是 營造大樓是看 你如果動算你的金額會破百 你如果不會動算可能三萬五萬十萬 當然你的你牽線的人會影響到金額的多寡 這是選議員而已 你要選市長要選立位 價格可能又不一樣 啊可以顯示是 其實陳寅柱真的是在政壇上是 你講政治現金的那個 援金的那個大平台沒有錯 但是這個這也不奇怪嘛 如果他欣賞你 他認為你有這個能力 他抖內他 他只要不違法的情況下 他為什麼不能抖內 我也覺得還好 但是是說好 現在為什麼會牽連到陳寅柱跟柯文哲 這個其實我們也很想知道 啊一切一切 不就是要等柯文哲 你自己去跟檢調講清楚嘛 如果你只是單純的朋友關係 你也可以跟檢調講啊 他就欣賞我我合法抖內 這樣不就好了 啊你現在搞到說 民眾黨任何一個都不敢講話 然後全部都打說反正 都沒有金流啦 都沒有貪污啦 啊塗你 啊塗誰的利 現在他還在扁這個嘛 所以我覺得檯面上 這些人可能會回歸到 像阿伯講的 他說他四人不親 包括現在檯面上陳志涵 跟尾宇宣 你們兩個哼哈二人組 也是每天都在那裡 共黨共筛 啊昨天又在散笑東森新聞 哇很像要打人家一巴掌 要罵回去嘛 啊你做這種操作 我覺得沒有必要啦 啊用來用去 整個黨到現在真的是群龍無首 打人都開始黑白講話 然後更好笑的是 他們的集結活動也好 或是對黨部內部的群組 你其實就是不停的在跟小嫂洗腦說 反正北檢就是黑白班嘛 你就是聽賴清德的話嘛 現在就是政治犯案 因為沒有一刀斃命的金流 到現在在嗆 我在群組裡面看到還是耶 北檢如果黑白班 一張傳這些 不知道要把北檢怎麼清理 我如果有媒體 我如果讓人黑白班 我一定反擊啊 是啊 同學晚上做四小時 而且我一定 像賀錦麗講的自我防衛啊 對不對 我要捍衛我的權利啊 欸 北檢的卡斯很強的 很多人都不敢走 怕漏掉重要人物跟重要鏡頭 這哪有可能是黑白班 只是說這些人 不見得每一個都有對價關係 對 他可能現在還在 北檢還在勾計 到底誰跟誰才是重要的關聯性 這條線當然是 這是北檢的工作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民眾黨也好或是國昌老師也好 你們大家每一個其實 我相信有的人沒有經歷過 前面阿伯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們當然無法幫他辯解 所以你在沒有辦法辯解的情況下 你當然要出來 要解釋也不是 要反駁也沒有辦法反駁 你當然只剩下那 就開始 你說別人造謠嘛 反正我就先把大家都打成 你們每個都是王八蛋 你們都是要幫我剖屎 剖尿 他一定先做這種解釋 然後這些解釋 又拿來灌輸自己的支持者 然後跟支持者說 柯文哲到現在 絕對清白 保證清白 你們不要再抹他 反正你就是賴清德 要羅之入罪 北檢配合犯案 然後媒體每個都是王八蛋 這就是一定要一派的論調 所以我們從小草的群組裡面 小草的群組還蠻好笑 這兩天還在講說 現在是怎樣 看到昨天的新聞 小草竟然在講說 現在就是 北檢就是要把跟柯文哲 所有接觸過的 通通都抓來問一輪就對了 因為他們認為 跟柯文哲接觸就代表有罪 他說小草還這樣講說 所以這個現象 在台灣從來沒有看過 有任何一個弊案 有這樣把跟當事人接觸過 接觸的都叫來問 他說沒有發生過 為什麼只有柯文哲這樣 因為在他的內心裡面 在小草的內心裡面 他們認為柯文哲真的是沒有罪 這也是民眾黨 一條龍的 就是這樣口號喊向柯文哲就沒有罪 我打個岔 我印象中上一次 這個北檢的案子 或者說 這個重要的司法偵辦 由卡斯A咖到這樣的 其實是扁案 那扁也是總統規格 那柯文哲的規格 至少也是總統參選人 又是一個政黨的黨主席 又是首都的市長兩任 所以柯文哲 找錢的對象是這些咖是合理的 柯文哲找小草才是不合理的 因為小草都散家 小草兜個老半天 比不上大 很快 你懂我意思嗎 小草你一人 那三千 那三千五千 你要一萬個人 抱歉你才抵得過一個大的 你哪來那麼幾萬個小草 對不對 所以現在小草也被洗到 他竟然 他們在群組裡面傳說 我也有抖內給柯文哲 請拜託傳喚我 他們竟然在幫柯文哲做這種辯論說 我也有抖內 你們現在說台面上這些大佬 什麼咖什麼咖 都幾百萬抖內給他 或三十萬二十萬這樣 他們都要被叫去問 那我們抖五百塊我也要被叫去問 小草現在在群組裡面 是這樣在玩 可是蔡文哲 現在這幾天曝光的抖內 去對照柯文哲可以現金買商辦 或者再看豪宅 那才是合理的行情 就好像普通女孩子 你如果一個月賺三萬塊的 你不可能走進去愛馬仕訂包包 但是你如果是個大明星 你走進去愛馬仕訂包包 他就跟你說他有貨 他給你訂 就是這才是合理的行情 但我沒有瞧不起誰的意思 我只是說今天曝光的大咖的出手 是以百萬為單位的 那確實啊 那三個五個十個大咖 就足夠買單那個商辦了 如果是這樣也是有可能 當然真相要檢調去拼 可是有很多存在柯文哲的錢的問號 問號問號 現在看起來也有陸續的 這一個某種程度的勾激的拼湊 而且看起來事實上是比較合理的 對 所以我覺得啦 其實講來講去 你們現在黨中 你所有的最多推說都不知道 其實當初在選舉 不管選市長也好 或是到選總統 其實有幾個關鍵的幹部 你不要跟我說 你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我現在非常嚴正的講 你們現在都躲在後面不講話 然後眼睜睜的看著一個勾激的橘子 一個年輕人 被變成全國的版面 我認真替橘子喊 替他覺得很冤啊 因為很多事情 我現在講白的 好我簡單講 有人是這開路先鋒先牽線的 好來 我再把問題釐清 橘子就算他真的有被柯文哲交代 去拿300萬現金好了 誰去拉柯文哲跟陳寅住的線 一定不是橘子嘛 對 對不對 那你認為是還有柯文哲身邊的 重要人士沒有曝光 有可能還沒有曝光 或是說 你們就是民眾黨 現在的這幾位 好 關鍵的幹部嘛 好 就是說 一定中間有更有分量的人 雙方都信任的人 對 就陳寅住不是你阿嬤 告訴你去生日子 會渡到的啦 對 然後柯文哲也不是你 清清清清清 他就叫橘子去處理嘛 對 所以中間一定有 雙方都足夠信任的人 然後 而且一定有相當程度的信任跟往來 甚至不一定是唯一一次 只是橘子基本這條去檢調帶到嘛 說不定柯文哲有叫別人拿還是別人轉 但是這條檢調沒找到嘛 對 所以你現在懷疑還有這一些咖 然後他們就躲在後面 然後裝死 裝作什麼都不知道 黨中央我真的覺得你們這些 年紀比橘子還大的這些幹部 你們就要眼睜睜的看著橘子擋在你們前面 替你們擋死嗎 我覺得你們很不應該 因為就知道我們在當初在跑選舉的時候 總統大選地方 這個地方黨部主委本來就有義務要幫主席安排行程 不管是公開或非公開 因為你總是總是你要拜訪各個地方的偷廊嘛 所以這些線當然有些我們自己也承認我們主委 有有時候會幫忙介紹 你用地方的主委或地方的士生 這是一定會簽到線的 但是這些簽完線之後 你說馬上主席就有時間下來也不一定 因為主席就不一定認識嘛 所以通常一定都有幹部 所謂的知道這些行程的幹部 一定會做開路先鋒 先下來去跟他拜會嘛 你黨中央明明就知道啊 好 對啊 你為什麼都不敢講話 好 對 而且我們現在還說 去年他被追到 柯文哲有幾天的行程 約莫四天在嘉義 然後並沒有公開 那你們嘉義也應該有地方的黨部的主委 或者其他人陪同他行程嘛 那你的選舉的人很不贏 你不會沒錢沒錢有四天在那裡嘛 是 那可能就是 非公開的行程啊 我覺得這也不用否則 不然你去那邊你會去那裡睡嗎 跟我去選舉期間大家都沒辦法要死 你去那邊度假四天 然後又不要放棄 其實這樣也蠻奇怪的啦 所以其實這個這方面 因為他那四天到底是安排什麼行程 其實真的還是要問黨中央還有 覺得他們會比較清楚啦 那你說其他的 我說的 你中央 你到現在還是要 要打這個模糊戰嘛 當然你是要維護整個黨或是主席也好 我覺得都可以啦 但是你還是不要讓小草 教育你的小草 教育支持者 就像一天要白痴白痴的 大家都變空笑空阿妹啊 所以 你現在空笑空阿妹啊 對啊 因為我那天才去 空阿妹啊 對 我們去 不是 現在阿哥在做克文哲的 科粉的都是空阿妹啊 你真的 我們真的是廢校的 那男朋友就叫做空阿弟啊 對 所以我前兩天去超市買東西 遇到在地的一個長輩 他當然我們在選舉期間認識的啦 然後他看到我 他自己 反而覺得 他覺得看到我會尷尬 他說會尷尬是說 你們動態 他自己又欲言又止 又不好意思講 我說哎呀我自己也跟他講 那個某某 大家你不用歡樂啦 我事情都很 很明理的講啦 我沒有判斷邏輯 我大概知道 真心 喪是好人喪是壞人 我們一看就知道嘛 喪是在跟人害 喪是在後面 做那個推手 要推人家下傷害的 我們也知道啊 所以我們沒有像小草說啊 都不分事理 全部都買單 全部都相信說 啊現在一切 天下太平 全部都是民進黨的錯 好啊你現在怎樣看 黃珊珊跟黃國昌 我 我 認真要講啦 我看 用人齁 要求人家 要求東西 要求 有露營的啦 啊所以 誰沒有露營 誰有露營 這我都不知道啊 但是可以 可以講的是說 現在真的是 大家在唱大尉啦 真的 大家在唱大尉 我們的菩薩被關在裡面嘛 一定有冬季有得逃 啊就有人開始 要開始 你要教化你的信徒啊 不然你的 你的化園的 煙金會跑掉啊 當然像國昌老師 今天又被講嘛 你當初罵陳瑩柱 罵到罵到怎樣 比較難聽 你罵林秉文 他當初只不過 美人露營 啊結果現在不是 一一的好像 被打回自己身上 因為你現在加入的 黨叫台灣民眾黨 啊我這個 我也很難幫國昌 我是辯解啊 他當初講的說 黑金不死嘛 只是辯連 啊我們現在想說 這句話的神秘藝術 後來想想啊 原來辯連的是 自己要辯連 因為你只要不 不認帳 就沒有人哪裡 有辦法嘛 所以等於 你貫穿了整個黨的意志 就是反正遇到事情 你都說一律不知情 不知道 啊用這個口徑 叫化大家 讓大家都變成 空空空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要讓支持者 整個也都不知道 然後加上 你要鼓吹大家 不要看新聞 剪第四台 然後讓大家 變成單純的 空空空空的 認知作戰 我覺得這樣很不好 真的很不好 就像你說的啊 如果法律 是這樣規範 司法也是公正的 你就讓司法去做嘛 啊一下子說司法是正義 啊一下子又司法已死 又要喊集結 啊一直變來變去 變來變去 就這樣說啊 怎麼會一直都理外不一啦 自己的小孩放肥說是在肚子 啊別人的小孩放肥說是胖子 就是這樣嘛 表理不一啊 一直標準都不一樣 啊以前是這樣 啊現在要過去又是這樣 現在整個黨我覺得啦還是要重新慢下來 要思考一下到底要怎麼做 怎麼不要 不要讓整個黨賠上在這個弊案上 雖然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北檢還沒有真正起訴 還沒有做其他相關更進一步 想你說金流沒有拿出來 啊你們每天就在喊喊喊 有時候我們都自己看完都會冒冷汗 想說你這樣喊 其實你們是不是根本在激怒北檢 要努力辦用力辦趕快辦 那這樣某人就出不來了 這樣整個黨就會有重申的希望 我們都想說是不是因為這樣啦 好我們稍後回來